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問你 如果今天要你在觀眾面前去形容 怎樣給一些你修補了 上帝在你身上修補了你各樣的東西 我形容是缺口 因為以前那些是一個缺口 你怎樣去表達給觀眾聽 如果你再走以前的缺口 跟你現在的時候 最深處的時候 我都說不要用中國 想告訴大家 其實你們都可以的 其實如果我看回我要走以前的路 第一很辛苦 因為你都要撐 第二很孤單 因為你不會去認識愛人 你更加感受到一種愛的關係 我今天覺得 上帝在當中 要我明白的就是 其實你先去愛人 你會感受到 這個世界是有色彩和溫暖的 首先 我建立了神秘的一個家 有一個兒子 有一個小孩 我曾經說我不會生小孩 但我有一個女兒 有一個兒子 我有一個明白我包容我的太太 就算我以前很臭脾氣 她都會和我一起 我有一個很懂事的女兒 上帝一直都很帶領她 她會和我聊天 溝通 她不會哭 她會和我說 我兒子現在三個月 我每天做完事回去 我看到她說 我爸爸 她就會對著我笑 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恩典來的 這些我覺得是一個 基督徒也好 在你人生上 我覺得這些是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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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 比任何東西都有價值的 而我覺得 我很開心的是 因為我爸爸不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所以我不會做爸爸 其實大家也沒有上個堂去做爸爸 上帝就會告訴我們 其實怎樣去做一個爸爸 無論聖經 無論在教會上的生活 大家都會知道 其實在家裡做一個爸爸要怎樣做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恩典是 不需要很厲害 很爆 但是你肯去走這一步 其實那種的恩典和那種愛 其實我已經是很有價值 可不可以說呢 如果在聖經裡面去學習了一個爸爸 我可以說不是用爆 我可以用一種好像流水很溫柔的感受 是啊 上帝很有智慧 在聖經裡面 它又會講很多道理給你聽 它看到一些不對勁 它有時候會發難少許脾氣 有些威嚴 但是又要讓你明白 循復 但是它永遠都會這麼愛你的 你怎樣也 它永遠都會這麼愛你的 它會包容你的 它會等你的 等你乖的 其實正是我們現在要對孩子的一些態度 你看到可能有很多家長在街上都很容易 我們叫做很快就著 在街上就罵它 爆它 在街上令到它沒有了自尊心 我不要你啊 這些我在地鐵見到最多 是啊 這些其實你留意一下 其實我們不能做的 因為這些是很傷害性的 我自己覺得這些對愛的關係破壞得很強烈 是啊 很強烈 比我以前 我是這樣的 我在街上就罵你 你想想 如果我現在這樣看回頭 我以前真的都很人渣 又可以這樣說 又可以這樣說 我試過在街上罵我女朋友罵到這樣 罵我是不是人渣 你會揮走而走 是 即是沒有一些給你下台街的感受 我想當時她也不知道什麼叫下台街 當時也不知道 就是這樣的性格 是的 其實在你這樣形容人渣的時候 你自己現在的心情 覺得怎樣對應不住 幸好她相信了耶穌 她有個好家庭 我也很感恩 更加重要的是 我現在的太太 告訴我 什麼叫愛 她在我身上所有做的事 反過來我是在她身上學習 是的 我想問一件事 就是 你太太當時做你的同事 應該是你的秘書 是的 當時你的秘書 你都說她真的在你未信主之前 看到你的臭脾氣 是的 看你各方面的狀態 即是由最差的你 去看到你現在真的這麼大改變 這麼愛家 這麼愛孩子的一個男人 其實她有沒有有時候 都會跟你談談心底話 她是怎樣形容 你整個遇到神的過程 有的 她經常都說笑的 她經常都分享的時候 她說 為什麼你會信信回教會 她經常都這樣說 她當初回去 就是在幫我做事的時候 有一次 我就叫她不知道 其實我不記得的 因為太多事發生了 我就叫她拿張票去入 不知道什麼 銀行就說入不了 她打給我 她說當時我回答她 總之你今天入不了 你以後不要再回這份工了 然後吸了她的線 當時她覺得 一流是鍛鍊 二流是 我的脾氣很差 是的 到現在 她看到我 可能對小孩子的耐性 因為我不罵小孩子 我只是慢慢教 以前動就來 現在沒有罵小孩子 她也會覺得 神在當中 很有能力 還有神在改變我 你怎樣把你的壓力 因為始終做事 或是個人人有情緒 你各地的圖 都一定會有情緒 有壓力的 你怎樣去分享給大家 你怎樣去把你這件事 在神當中拿出神的東西 我覺得首先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壓力和情緒 好好地學習去討告 遇到情況之後 真的要祈禱 耶穌是一個好的伴侶 耶穌是一個好的伙伴 好的朋友 你可以跟她說 你可以告訴她 當然她未必會很快回答你 但你告訴她 有時你喝東西 說了給朋友聽 都可能舒緩了 何況有個 這麼有智慧的朋友在你身邊 那你就跟她說 告訴她 然後 你相信她 會帶你走一條 她覺得適合你的路 那你就可以了 我當時信主的時候 其實我跟神和耶穌聊天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對人之間已經有很多不信任 其實我跟耶穌聊天的時候 我都說 我想你不會出賣我 正確 因為會有這件事 因為大家可能 聽我們的分享 我覺得上帝一定會走到一件美事給你 這個是正確的 是比別人更好 對 遇過任何事情 都有不相信人 不相信任何事情發生 是會有的 因為你的經歷是把你打擊了 還有很多缺口出來 但你永遠對上帝的時候 你是永遠有一句說 你是唯一 是不會出賣我 甚至不會傷害我 我為什麼不可以和你一起走一條 我將會見到一件美麗的事情的故事呢 還有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在耶穌身上看到的 就是 在你身上 當你去討告 或者是 你被神去塗造你的時候 你和人之間的建立關係 那個信任 我想是更加 更加寬 我想是你 你想像不到這麼好 是的 和你現在的工作 我想也很有幫助 是的 起碼我相信 我起碼相信 怎樣也好 上帝會帶著的 因為我很欣賞一件事 你願意將 我們人看到的權 你放在太太的尊重給她 是嗎 都是上帝的教導 真的是 嗯 其實很厲害 因為我們不斷在鏡頭裏 聽到 Eric真的很謙卑 每一件事 如果我之前每一部分 去講一個 Eric 的性格 Eric 的 來 可能 過內人 是一些很硬朗的人 不會相信 你是真的變了 但我相信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認識的Eric的人 其實在想 你的覺醒這麼大 可能一集出之後 很多人真的嘗試討告 希望大家真的嘗試討告 因為上帝經常說 其實當你的討告的時候 上帝是聆聽你的討告 但當然大家要 真的願意去等待 因為其實每時每刻的事 不是一定立刻就浮現在你 因為上帝是要給你最好的 所以在編排當中 未必是你 快點吧 為何不出現 我經常都說 大家的經文都會聽過 當風浪在船上 寶蘭就說 為何你不早點 明明你有這麼能力 為何你不早點 但上帝永遠都是那句 剛剛好 剛剛好 合適的時候 就會降臨在你身上 但當中你面的時候 他要逃走你 將你像一個栽種的 即是一朵花 或者是一個木匠 要慢慢奪磨你 到今時今日的時候 我們認識的是今天的Eric Eric 我們每位嘉賓上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段經文 是需要跟大家去分享的 但當然我相信 你應該都會隨時一刻有一段的經文 其實會不會是你 在走每一段道路的時候 或者當你想發脾氣的時候 或者你壓力的時候 這個經文是可以將你 每一段時間都能夠 在同上帝很緊地 靠走這段 其實我每段不同的時間 我也有一些不同的經文 那麼我最近 都經常跟自己講的就是 那靠著我的力量 凡事都能做 《菲勒比斯4章13節》 因為以前 我就沒有了前五個節 就是我能做 現在不是 我覺得任何事上帝都看著 就靠他的力量去行 我相信是給每一個人 因為你知道今次大家可能在工作上 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難處 困難 不要說家先 日日可能最多的時間 基本上是在工作上 我覺得這件事是給很多人一個的警醒 其實你試一下將它交給耶穌 你發覺其實這件事可能輕散很多 是令到你開始可以享受你現在做的事 未必有很快很大的改變 不過你已經覺得 耶穌會幫我一起做 但我看到Eric 你的改變很大 整個人生真的翻轉了 就是由一個硬漢變成一個溫柔的男子 而且他願意溝通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願意將上帝的愛表達出來 這也是很重要的 令到你周遭的朋友 以及你身邊的人 甚至最小的孩子 因為他不懂得表達 但你都會用一個溝通方面 完全願意去交上給上帝 教導你如何走每一個族人 其實T 實實就好像上帝抱著Eric 走那雙腳印一樣 這令到我非常感動 其實今天的首能群邀請你 我真的學了很多很多上帝的恩典 希望我們在接下來的時候 有機會邀請你太太 我相信 因為她是最清楚的 我很想再在她身上 希望聽到更多上帝更多的族人 謝謝你 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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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收看 馬上到MIHK網店 訂回充電啦